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在我们农村过年有很多的习俗 年三次晚上有一件事必须得是注意的 不然的话来年不会顺的 到底是说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大娘 你又在哪儿了 我六四了 六四了 你在这里就是有几个孩子 两个 一个男孩一个女儿 一个男孩一个女儿 好 女儿女子华 咱也快过年了 是吧 大娘 你的大年初夜或者大年三十个晚上 也都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吗 算是初夜那天吧 就是头天晚上抱抱着 夜景了吧 这门都醒了个没有的 一夜都点着 他又怕什么呢 怕这些门绕的就是说 咱说是老鼠咱看不见 又怕又胖的 踢下的胖的 一说到门就疯去 是不是 嗯 这个抱好抱子以后 搭那里 一家人就位在那儿看着 就点一个量 点个量 在那儿看着抱着 这一年的这个饭又都是 你要出现了以后 要出现了以后 你没这儿看着 没得嘛 这这儿天老鼠吃饱子了 也不知东西就没了 哦就是这个抱子就是说是 咱点着量 然后咱一家人坐在那儿 那儿看着 给收睡的呢 就是啊 收的一年的饭 收的一年的饭 一年的饭 就怕有点什么事没了 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啊 这也不见那么着 里面的厚的又多 也不是厚的 也不是其他的胖的 就这个是什么不知道 啊 你家都一面了 大的孩子一睡了嘛 这儿他孩子下抱着 他好像就没有了呀 但是一样是没有了怎么弄 第二天怎么吃 没有了以后 你看有的这个老年人都叫的 我还没见过 听老年人了 就是说拌的个儿 那妈的 这个开锅的一下 就是说没抱着了 也得吃点面饭呀 那孩子妈的 有的那家的老年人就说 你不念过念过 你念不念过 什么馅儿都下锅了 那时候都有了 谁也没看见 那我们这样吃 老年人的辣 咱也没见 这是老年人的辣 如果是偷甜的饱子 假如是不知道什么 愿意没油了 第二天喝嗝刀 喝嗝刀的时候 拌嗝刀的时候就念过 念过什么 赖什么是吧 都这样说 老年人都这样说 咱也没经验过 具体是有没有油 不知道 对对对 第二天你可以吃点嗝刀 然后拌嗝刀的时候 念过念过 想什么赖什么 这是瞧瞧光培 我们就瞧瞧光培 这儿说的咱们就来 咱们的 咱们来这个老公寻 老公寻 对对对 具体是得压失了点 是是是 就这么回事 差不多 三十多年了吧 他办了那个新屋的时候 人家的油光盘 就是说一火气筋 这个 经常都可行 百年吧 都行客套 他这一火气筋给这个油光盘保护 一点都卖了 一点都卖了 一天都不费劳 一天都不费劳是吧 他挖着的话 那肯定他这个心里边有心表就是说 就是 其实有事还没事还要好 有事就往上去查了 然后都不相信哟 到了下午这回来嘛 就开始拉这个下午了 就拉这个事 这怎么回事他说 这也算是你老人家清真经历这个事了 就是 这一年他也没什么事吧 一出现什么事就算是 就觉得不费劳的 就是从心里觉得他印象的 他不费劳的觉得 这回来就一年的饭都没有了 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通过刚才和大娘的交谈了解到 年三十晚上这一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把包子看好 不要让你的包子不一而非了 这样的话 明年第一年的第一天 你就会没有东西吃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算 呢 准备